明君 各位窗戶 同志朋友大家好 要稍微的小心提防呢 我想这个是短期的 一个地缘政治的风险在升高 但是我认为两岸之间的战争 并不容易这么容易的一个 的一个启动 所以我反而会认为说 这两天的一个下跌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指数在跌 我们光是看台积电 一档个股就好 今天跌了14块 它跌了超过百点 那你看到其他还相关的 一个全职股也在进行拉回 可是我们跟大家来报告过的 像航太股里面 一直跟大家追踪的汉翔 今天人家悄悄要闯新高 这个有军工的一个概念 然后像通讯谷里面 我跟大家报告 低谷大卫星3491的森达科 人家今天也是 还在红盘之上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大家都看到 低谷大卫星的一个功用 真的这个是未来 长期的一个发展趋势 所以森达科今天也强 包括像相同题材 像2314的台阳 人家也小跌一点点 3062的剑翰也是小跌 那广通的部分 如果遇到战争 你的通讯一定很重要 所以除了刚刚所说的 像汉翔 还有就是像祝隆 这些是所谓 航太的概念股的话 像通讯 然后低谷大卫星 然后你可以看到 像3380的明探 现在也是抢 3704的核情控 它现在也是抢 为什么 这都是通讯的部分 有战争里面 抢到通讯 所以这一块 也是一直跟大家讲的 通讯的部分 那你再看 IPC工业电脑 明君我们昨天还在谈的是谁 广机跟重华电 对呀 814的正华电 跟8050的广机 正华电昨天一度 攻到涨停 然后投信单日 大买才过前方 今天继续在创新高 那我跟大家报告 正华电是在上个星期 回撤季限的时候 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概念 因为去年晶片短缺 不管是车用 不管是网通 不管是工业电脑 他们都缺晶片 所以去年的一个 营收都不好看 也没涨到 那今年的一个年初 开始开始涨 那今天也慢慢的一个充足 所以大家要加快基础建设 车 现在大家一定要持续留意 今天有没有股票 持续创新高 有 大家要3207的耀胜 请大家注意 这个是我在5月底 跟大家报告 那这一波它 最高来到36元 6月中来到36元之后 拉回到7月的28元 再往上攻 这次又再创新高 又来到38.55元 今天最高点 那它的一个代表是什么 充电桩 车用 现在只要大家看你身边的车 如果90% 你看到都还是燃油车 那你觉得 长期来讲 电动车 燃油车 换成电动车 那个商机会有多大 所以车用的题材 还是在继续在创新高 我倒是认为 今天那个盘 虽然早上一定很恐慌 而且 有没有真的开始见面 还没有 今天还在新加坡 对不对 那晚上可能会来台湾 但如果要利用整个 整个这个恐慌气氛 在进行压低的过程里面 去寻找股票 哪三类还是最好 我认为 今天再去追航开 我觉得比较不明智 因为这反而是短线上 它在这边往上涨的过程里面 它的一个利多 有可能会失险 那你如果真的喜欢 还是专注在 我自己跟大家报告的 2634的汉响 因为它呢 这一波 前一波的大量距还没有过 39.5元 这个是在6月20号的大量距华 经历了两个月的一个整理 它终于今天要进行 做一个挑战 那我认为它是 最适合大家投资的 第一个优量的这样 那我问一下哦 那方老师你说啊 其实这个航太股 可能不要趁着今天 有这个风投在的题材 向上追的话 那如果拉回的话 可不可以来布局 因为这些航太股 除了有战争的色彩之外 当然他们在民航机啊 全球在陆续的解封之后呢 也有非常大的想象题材 跟出货的提升 我们今天早盘的大热门话题呢 就针对这个航太股 也是风投老师的专长 来请教您哦 第一个当然是汉想 你刚才提到 有一点点突破了 整理的这个区间上缘咯 它的题材来自于说 新型的高校基案 今年就要来交付八价 去年才交两价 今年要变成八价 保一部分呢 波音空吧 飞机零 组件订单呢 尤其波音最近股价大涨 也受惠这个部分呢 持续的营收 跟订单有向上增加的可能 柱龙每家高价股的 这个航太相关概念股 它是波音系统呢 波音系统跟洋情话 制成认证的 全球三大厂商 其中的一家 另外两家就是汉祥 跟长荣国际啦 长荣航太 那最后是成田部分 航太占比47%哦 已经比它的飞机的订单 还要 就车用订单还要多了 订单会到明年的第二季去 老师如果这几档个股 我们看到还有多重的题材啦 不要今天做追进的话 拉回您认为谁的筹码面 或技术面 或题材面比较强势 可以来做留意 嗯 从你而言 一定是2634的汉祥 汉祥它是我一直在 跟大家报告 就是有量有价 因为最近的量 也说了下来 那它又有国造的一个 这个高教肌的题材 又有民航肌的题材 而且它还有除能 还有发电 它题材非常非常的多 那它本益比来讲 相对是比较偏低哦 那今年呢 法兰一般预估可以赚 2.8元左右哦 那明年可能有到3元 甚至3.5元的一个实力 那这样子 本益比相对来讲 在整体的一个 航太族群题材里面 我认为是相对低 而且它筹码你看 投信基本上只买不卖哦 那外资昨天也大买 我昨天外资大买6000多张 所以我比较会care的是 外资每次都是小零通 消息很零通 它大买之后啊 隔天如果再继续涨 它在线上都会做一个 获利卖出 那所以你要去留意到 假设它今天继续 今天的一个上涨过程里面 它的盘后数据 有没有大卖 因为它比较属于短线 对 因为它昨天是买1.1万张 对啊 那它昨天大买的部分里面 你就要去留意 它这样子操作 它买了这个1.1万张对吧 但它其实也卖了 5600多张 净买超是6000多 那我们再去看 它整体的一个结构上面 也都没有变 只不过我的操作社会 大家知道 我比较建议在底部布局嘛 我们一直跟大家来报告 像汉翔 我们之前跟大家报告 也是在季仙附近 那大概在33块附近 那现在已经涨了10%来到这里 再加上有短期的利多 这个战争对它来讲 你是不是马上是利多嘛 所以我反而认为啊 如果它有拉回 我认为持续看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 投信比较有 积极在操作的另外一个 这家小型 那个是祝隆 因为它部分相对又更小 那它的股价是 在昨天突然是一根长黑 那你去留意到 今天的一个涨也没有继续攻 但是底部并没有被跌破 我认为比较好的一个布局点 还是在季仙附近 才去做留意 那技术面上 还有一件 这个保衣 这个是比较特殊 因为保衣它属于一个 新小旗的一个概念 航代股里面的新小旗 那它的一个股性 非常非常活泼 那么当它的一个操作车位 通常是走什么 它通常是走突破攻击 你去看 突破攻击 对 它就比较跟其他不一样 像它6月17号 第一根大量突破之后 它连长了第四天 才开始进行休息 然后休息之后再转向 你看它再一次攻击 就是在7月13号 攻击了两天之后 爆量之后休息 那它现阶段的一个大量区 应该就是在7月15号这一天 但我认为它如果今天 在现在这个50分钟的时间点 指数大跌中 还没有办法攻击上停的话 我认为它在网上攻的力道 就不会这么强 所以这个就不是要不适合 现在大家去做操作 我还是认为 当你已经看到这么多的利控 很多好的个股 包括像公共的股票 车店的股票 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个网通股票 假设我认为 你如果比较 比较倾向于布局角色的话 我反而认为应该是利用今天 它股价拉回的时候 去做分批的承接 利用十日线 五日线 或是月线 的一个支撑点 找寻机会 今天比较适合 逢低承接 我比较不建议大家去 冲高的时候 去追股票 这是我一贯的操作策略 也可以让我们做一个操作上的参考 要不要